欢迎收看财富将启动 面对非经济性的利空 我们到底该不该杀出持股 还是把握机会逢低进场呢 今天产业先知江国中分析师将会抢先市场告诉你 已经蓄势待发领先大盘进入主身段的标股 请一定要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同时呢也请大家呢 可以加入一下我们老师的来者跟Teregram 因为里面呢都有市场的最新资讯 还有呢老师周末根本都没有在休息的 里面呢都会有战报来分享给各位投资朋友 那么我们现在就赶快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者 江国中分析师老师好 哈喽大家好 今年的Q1应该是确认今年的最低点了 财富从Q2开始呢就即将启动咯 在面对国际性这么混乱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选股就变得格外的重要了 所以今天老师会跟我们分享 到底要怎么来选股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最强的选股就要来看今天这一集咯 领先大盘进入主身段的标股 到底有哪些有请老师 好的好跟各位分享啊 已经确定了 在我个人的技术角度来看的话 确定进入主身段的股票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好跟各位提示一下台北股市 美国股市这一波就是碰到这个利空跌 有升息利空跌 然后呢战士利空跌 但是左眼在基本面对不对 台北股市的企业获利没有衰退 完全没有衰退 甚至比去年都还有10-30%的成长 也就是说台北股市呢 股价是跌了 但是就因为有稳健的基本面 做一个最大的支撑 未来会持续的 因为股价下跌之后呢 积累更多平价面的正向的魅力 那美国市场也没有问题啊 美国经济持续的稳健扩张 虽然是缩表市场资金会稍微少一点点 但是结果市场依旧是复苏后 就是说未来终究会反映在 中断消费力道会持续的往上涨 台北股市跟投资朋友特别报告 我们看本益比的合流图 过去20年台北股市大部分的时间 本益比都落在15-20倍 这一次碰到两大利空打压之后呢 台北股市的本益比掉到15倍以下了 目前是14.35倍 我们假设以过去最低的下源 15倍来做计算的话 台北股市估值正常水准 理应是18,238点 目前超跌了 估值变成偏低了 如果给乐观 以台北股市今年企业获利 给他最大的估值呢 可以估到24,000点 所以我认为 非有非常好的获利的空间 好 再来呢 我们讲非经济性的利空 有没有 怎么跌就怎么涨 这是千古不灭的定律 这波行情特别在从外面出现变化 这波行情下跌两大利空下跌之后呢 让基本面信心不足的人已经杀出了 为什么杀出 害怕 害怕战争 怕变成全世界的这个世界大战 害怕台湾变成乌克兰第二 而做出恐慌性的情绪性的反应 造成九层投资人原本要hold住的 都hold不住都做卖出 这样子手中筹码就被卖 就轻易被清干净了 这样子反而呢 未来假设暴跌隔壁都注册暴利 在回升过程往本以比15倍 甚至20倍做挑战的同时呢 你会被迫不断的追高 这样子你杀低又追高 杀低又追高 你原本预期的正的报酬率 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特别特别留意 所以我强烈建议的非经济的因素 千万不要胡乱杀地 选择成长性比较确定的产业 比方说台阶线的供应链 伺服器 散热 他最近很强势的就绿牛的太阳能 还有多的市场永远不灭的主流 IC设计 MCU 车用电子等等 我都认为 所以在基本面的成长的背景之下呢 利用利空峰回来做长线布局 是很好的时机 以Q1我个人角度而言呢 16764应该就是Q1的最低点 以这个台北股市 目前本益比被严重低估的背景之下 我们认为Q4有机会挑战 19200点之上 大家要好好把握机会啰 是 老师今天要跟我们分享 相信大家很期待就要来到这个部分了 到底已经哪些个股市已经领先大盘 进入主身段的标股 有这六档股票跟大家来做分享 首先呢是三幅化 圣衣 权宇 生计 KY 博智 美其马以及光洁 那我们首先一档一档 来为大家来解析一下 首先第一档是三幅化 好的 那基本上 所谓的主身段就说 他一定要有个突破的形态 投资朋友你要记住了 任何股票进入主身段 他之所以能够进入主身段 一定需要一个突破 不管是平台整理突破 然后月台理论的月台 相形的压力突破 或者说长期的下降反转线突破 他都必须要个突破的讯号 就是说股票如果还没有突破 他就根本没有机会 站在主身段的轨道里面 你看这第一档三幅化 是不是很清楚 前高在187 然后呢颈限位置在170 今天来到184 所以已经突破了过去 两个月的整理形态 那主要是他为什么会这么强势呢 那基本面涨价跟新厂的挹注呢 前两月营收哇 比去年成长72% 主要是这个新兴的化学品 这个显章剂 未来的成长性还是看好 那特别看我右下角呢 就是江老师在本节目 一路跟各位分享的 任何股票进入涨势的轨道理念 一定需要什么 MACD的双指标 质状体要翻红 双线必须在临组之上 你看是不是很清楚 过去两个月MACD都是绿绿的 今天是不是昨天想翻红 今天出账体变扩大对不对 然后一个平台突破 标准的突破第一天 主升段的股票 跟贵州分享 而且老师我记得 你在两个礼拜前 有来上热炒店的时候呢 就有发现 其实从那时候讲到现在 已经成长涨幅 涨势已经有来到13% 对就是主升段 它既然是主升段 它就不会一天就改变的意思 你看两个礼拜前跟各位分享 它是主升段 那今天还是一样 果然只是验证 我们的选股的精准度 所以持续跟各位做分享 那么来看下一档 下一档是胜一 胜一我们之前节目有讲过好多次了 从去年一路的往上做飙涨 这个K线形态的投资 你感触到什么 有没有我们常跟各位说的 头头高低低高对不对 你看它每个高点都经过一段整理之后 都突破前高 那每次整理的低点都没有跌破前低 所以这个头头高低低高 你把它记好了 变成你一辈子操作股票的顺理成章 顺势的依据 也就是说如果你买的股票 你操作股票 有一天你发现它头头变低了 底底变低了 它变成一个正协率 转成负协率 它就不是主升段了 所以胜一目前还是依旧 在主升段的领域里面 特别是讲一下它去年的获利 去年的获利 EPS高达8.08元 引运创新高 因为它还是整个半导体 特别是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 在面板半导体需求 依旧强劲的背景之下 它的股性就是它不会 直线的瓦上喷 都是属于缓步电高的 因为今年的业绩 还是持续看成长呢 目前我认为它已经突破前高 整个两三个月的平台 做突破之后呢 这次也是一种标准的进入 主升段轨道的股票 也是一个很标准的一档 胜一留给大家来做参考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档 全宇升纪 这个全宇升纪是目前受惠在 俄乌 对俄乌的战争 其实不只是受惠消息一面 其实它的本业也真的很不错 这个主力产品 深化复合肥需求加温 二月营收年增六成 那第一季是淡季不淡 由中的价格 跟市场需求的成长 今年营运会持续的挑战高峰 股价也是标准有没有 你看这个二月底有没有 MACD双线战法翻红 然后呢 柱状底翻红 双线跑到零轴之上 同步翻多 你看一波 一波就直循往上涨 投资本你要特别留意 任何的股票呢 即使进入主升段 它不会每天涨 涨都会休息 涨都会休息 基本上呢只要均线没有跌破 均线没有下弯 它就是在主升段的轨迹里面了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档博智 好那这档就哇超级无敌精彩 主要是主要是说它的 今天的成长性呢 主要是什么 高运算高速运算是我们讲这个 未来的科技的成长 都依靠什么 强大的算力计算能力 我们之前不是流行的元宇宙吗 元宇宙为什么会这么夯 运算能力 对运算能力需要很强大的 运算能力的backup 所以说像这种博智 博智这一种高阶比重的PCB板 占的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呢 今年单元营收都能够站稳 3亿元以上的水准 而且有新的这个高阶的这个 HLC的PCB板呢 会打入这个美系的这个大厂 获利时期看好 那主要是技术面了 我刚刚讲过有没有 所有的主升段股票 都必须有个突破的形态 没错 有没有你看哦 它2月的高点 3月初的高点今天是不是一举突破 那突破就是个讯号啊 所以我们认为MACD也是同步的 双指标反多的第一天 所以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整理 箱形结束整理结束之后呢 正式进入主升段轨道的股票之一 是好那么来看下一档股票是美琪马 好那这美琪马就休息比较久 对不对 他去年在Q4的时候有飙升了一大波 他经过股价的修正有没有 我刚讲突破很重要 你看美琪马是做电池的心脏 就是说电动车的电池 它是永远不灭的趋势啊 未来三年五年都是不灭的趋势 可是你看哦 趋势是存在的 但是股价涨头会休息对不对 你看到他一休息 184一休息 休息了三四个月 他的左远在哪里呢 一个184年五以来呢 长期的下降反弦线是不是突破了 也说今天红K棒如果没有出来 我个人而言我没有能力给他 进入主升段的评价 他今天已经突破了对不对 三四个月的下降反弦线突破之后呢 MACD同步翻多 所以把他救济出面形态而言呢 是为什么整理结束 进入主升段的标股之一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档是光洁 这个整理形态是不是比 刚刚的美琴码强很多 有 所以说他的既然姿态比较高 我们就给他评价 就稍微比美琴码稍微多一些些 主要是EPS很棒啊 你看去年获利4块钱 比前年增了181% 其实不只是EPS高 高增了 毛利率啊 获利都能够大幅提升 主要是这个毛利率 一档一个公司呢 毛利率能够比往年持续的提高 表示什么 产业的体质有改变 过来的展望持续看好 所以目前看起来 今年的产能满债涨价15-20% 你说获利应该是可以100% 确认比去年高很多了 所以技术面也是形态突破 我喜欢这种线型 Coco你看 MACD是不是翻多第一天 你看过去两个月每天都是绿色 绿色的你去买你要等 要等很久 红色第一天你就不用等了 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个技术面 很棒表态的股票之一 哇老师今天都帮我们抓出了 这六档股票呢 都每一档都已经进入了 正式进入主身段的表股 像三幅化圣衣 全语科技博制 梅琪瑪跟光洁以上留给大家来做参考咯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